第五千零七十六集 叶晨拿着御符正正出神道 老前辈 此处追杀而来的傅红尘 看到那御符钥匙也是震动 大叫道 老头 把钥匙给我 加快速度追赶 他身边的铁王座气灵 也是迅速地追杀而上 叶晨感到危险 急忙带着升绝天和凤长空 往前飞顿 凤长空摇头苦笑道 这样是走不了的 轮回之主 我留下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去到史诗世界后 帮我留意一下我孙女的消息 我孙女叫凤兰西 她当年贪玩 偷偷地跟我进了史诗世界 我不知她还有没有活着 她活着最好 如果她死了 你就帮她收敛骸骨 语气颇有脱孤之感 凤长空知道 叶晨是轮回之主 如果将来登顶 可以轻松复活任何人 如此一来 就算她的孙女凤兰西 真的死了 也有复活的希望 叶晨一阵心惊道 被史诗天军吞吃 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凤长空微微点头道 有的 当年被召唤进去的人 有些修为异常强悍 就算是史诗天军 都不可能轻易地杀死他们 我就记得有一位叫做天出圣祖的强者 他说他为了任天女来找宝藏 最后掉入史诗天军的陷阱 但是他是拼命杀出来的 甚至听说在史诗世界里面站稳了脚跟 叶晨听到这里又是一阵奇异 难道这旧日宝藏还与天女有关不成 凤长空继续道 当年我爆发展天九剑第三剑 侥幸逃了出来 可惜不知道我孙女的消息 轮回之主 若你去了史诗世界 还请多加留意啊 我孙女若是不死 她也会成为你的一大助力 叶晨道 老前辈 先不说这些 我们尽快回去再说 凤长空却摆了摆手道 回不去了 我留下吧 说完 他将升约天挂在腰间的长剑 拔了出来 老幽 升约天震动 呢喃低语 凤长空一剑在手 精神居然都不再颓废了 透出了一丝锋芒 叶晨和升约天都感觉到 他的寿命在疯狂地燃烧着 凤长空的身躯上 寿命燃烧的火焰 宛如是赤白的阳光一般 晃得令人眼花 傅红尘和铁王座 看到凤长空那赤裂的气息 也是停顿住了脚步 暗暗戒备 这老头想要拼命了 傅红尘冷笑道 却见凤长空目光如电 直视着傅红尘 陡然一剑破空杀出 剑三 寒春芒仲 一声苍老的爆喝 凤长空剑气如虹 绽放出了蓬勃的生命气息 那正是寒芒春仲的剑气 芒仲是一年之中 生命的开始 这一剑的意运 便是生命的绽放 突破一切死地 困境与牢笼的困索 只要这一剑杀出 在黑暗的局面 都会被撕裂 在绝望的战斗 都会出现希望 这一剑正是希望之剑 夜晨和升觉天 还有几个单清先宗的幸存者们 看到凤长空燃烧寿命 斩出了那一道希望之剑 他们都震撼了 傅红尘和铁王座 一直在追杀 星空宇宙都是他们的杀技 宛如是一个死局 根本逃脱不掉 但当凤长空这一剑杀出 这个死局被破掉了 夜晨等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夏皇朝在崩溃 龙雀在悲鸣 凤长空的剑 居然真的扭转了战局 这老头该死了 傅红尘震怒 眼见凤长空那燃尽 受命的一剑杀来 倒也不敢大意 急忙持剑相迎 轮回之主 我们快走吧 凤长空常见指展赴红尘 一边发出了苍老的声音 夜晨等人回过神来 见到凤长空决意牺牲 心下不忍 但形势危急 也只能伤感叹息 迅速后退 凤长空的生命 在迅速消散 他的剑气 也在迅速衰弱 他还没有斩中傅红尘的时候 自己就因为寿命的耗尽 身体燃烧成了一片飞灰 随风而逝 夜晨等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唏嘘 黯然转身 回去丹青界 傅红尘和铁王座 被凤长空这么一阻拦 却也再也追不上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夜晨等人离去 轮回之主 果然身负大气运 没那么容易杀死 傅红尘咬了咬牙 心下沮丧 默默地收回长剑 他以为夜晨今天必死 但最终还是让其逃脱了 铁王座道 无妨 他拿到了钥匙 必定会去史诗世界寻宝 我们也去寻宝即可 旧日之主的宝藏 可不能错过了 铁王座也很清楚 旧日之主的宝藏 价值不可想象 如果能够得到 足以逆天改命 此前斩家大战 他差点被夜晨杀死 就算现在恢复肉身 元气根基也大大损耗 实力不足巅峰时期的一半 想要补充回来 除非夺回王座本体外 还需要额外地补充 而旧日宝藏资源丰富 正是最好的补充 傅红尘稍稍安心 铁军 你说得没错 旧日宝藏价值逆天 不容有失 顿了顿 他又有些戒备道 只是 传说那史诗之境 已经诞生出气灵 号称史诗天军 却是不容小觑 铁王座道 有什么凶险 轮回之主会替我们解决掉 我们躲藏在暗中 坐收余力即可 傅红尘眼睛一亮 甚好甚好 就这么定了 等拿到宝藏 想来 吴天老祖的元气 也可以恢复 斩家一战 魔祖吴天受损太过严重 现在傅红尘 只想夺取宝藏 为魔祖吴天 恢复元气 他能有今日的修为 其实曾经也有 魔祖吴天的栽培指点 现在自然是想暴打 与此同时 夜晨 升绝天等人 回到丹青界 向宗主南宫林 汇报前世 南宫林听到 凤长空已死 但幸好钥匙找回来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凤长空的死活 其实他并不关心 只是关心钥匙而已 当然表面上 他自然要哀悼一番 再派人为凤长空立杯 这是基本的理解 简单的仪式结束后 南宫林便是向夜晨探问 轮回之主 你打算什么时候 去实施世界寻宝 夜晨道 我先休息一晚 明天就去 如果可以的话 夜晨很想立即出发 因为夏若雪还在渡劫 夜晨想尽快地回去探望 只是今天与羽黄耀 傅红尘等人一战 夜晨消耗巨大 必须要休息 南宫林听到夜晨明天就可以出发 却是不胜之喜道 这么快吗 很好 很好 你记住 我需要一种名叫 罪孽神丹的丹药 那种丹药 可以恢复我的肉身神魂 只有在旧日时代 才能够炼制 今天已经炼制不出来了 说到这里 南宫林便是叹息了一声 时代并非一直在进步 反而在退化 红军老祖 吴祖等人 所在的洪荒时代 灵气充沛 大道法则几乎圆满 旧日时代 灵气也颇为充沛 法则虽有缺损 但并不算太过严重 但到了今天 天地灵气 比起以前已经衰退了许多 现实法则也有很多的缺损 这就导致了 有很多灵丹妙药 因为现实法则的缺损 无法再炼制出来 就像南宫林想要的 碎孽神丹 其实丹方和材料 他都收集完成了 但偏偏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都无法炼制出 哪怕一丁点的药渣子 就是因为现实法则缺损了 很多丹妙都炼制不出 旧日之主的宝藏 收藏非常丰富 想必其中也会有碎孽神丹 如果你能找到碎孽神丹 我可以告诉你 天君封神碑的下落 南宫林寄予厚望地看着叶晨 现在他也只能寄希望于 旧日宝藏了 叶晨道 是 前辈 我会留意 南宫林点头道 很好 商定完毕 叶晨便在丹清仙宗里 暂时休息 准备明天出发 这世间的因果缓缓相扣 一举一动都会触动天机 八大天剑 齐聚 五摇复苏 叶晨准备寻找宝藏 这诸般事情都已经触动了天机 让许多势力都是有所感应 天清狱 天清盟总谈之中 叶灵渊已经换上了一身天清色的长袍 他就是天清盟的盟主 一举一动皆透出灵力的威严 后山树林之中 旧日宝藏史诗世界 将会有天大的变动 我绝不能坐视宝藏失去 叶灵渊正盘膝修炼 身边摆放了一副黑棺 他掐着一算 已经赶到山雨欲来 无论如何 那旧日宝藏他都不能够做过 因为想让老祖夜纯军恢复 甚至是对抗万须 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 如果能拿到旧日宝藏的话 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羽黄天界万须神殿 羽黄谷地也捕捉到了 旧日宝藏的天机变动 他双眸望向远方天空 眼睛微眯 似乎想窥探背后的珠般变化 顿了顿 羽黄谷地起身 走到万须神殿深处的 一片禁地中 在那禁地之内 布置着一个古老的阵法 一个长眉老者 盘坐在阵法中央 身边堆满了 各种的天才地宝 灵石丹药 甚至还有些 天玄境强者的残骨 老者似乎在运转 什么特殊的秘法 那些天才地宝 不断地被消耗 老者周身浮现出 层层瑰丽的气象 如梦幻泡影 泡影里可以看到 梦境千千万万个 感受到羽黄谷地的气息 那老者睁开眼睛 恭敬地叫了一声 陛下 你来了 羽黄谷地背负着双手 点点头道 莫苍蓝 你这场大梦做得怎么样了 你好歹 也是十大天君老祖之一 能不能成事 给我个准线 偷懒